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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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在金麦的小F 今天我们就要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十几度的天气就能冻死人 哎呀,把我的被子给你抬起 还记得去年2019年的时候 泰国十几度的气温冻死了几个人 其中有两个是老人 一个是因为半夜上洗手间 一天给冻死了 一位父亲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毯子 都给了身边的女儿 结果第二天他也被冻死了 究竟为什么十几度的天气 对泰国人来说就那么的不看冻呢? 第一个原因,泰国没有四季 对于泰国这个国家来说 一年只有三季 分别是雨季、碳季和冷季 那现在我们就处于冷季 也就是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月 这个季节的泰国呢 大部分的温度白天都是在二十几度 晚上的时候呢 一般会在15度到19度左右 山区里面甚至会降到10度以下 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的泰国老师就跟我说 哎呀,现在是冬季了 你看这个温度 哇,今天25度 而20度以下的天气 对于泰国人来说 就是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 对于没有四季的热带国家人民来说 他们对于季节的敏感性非常的强 自然抗寒属性就非常的薄弱 第二个 泰国人家中没有装备 就像我们中国人 不常备有俄罗斯的貂皮大衣 可能北方的小伙伴们不服了 你们有,对不对 但是一般的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 不大会被俄罗斯的这种衣服 然后俄罗斯的人民呢 也不会备有南极考察队的装备 自然泰国人家里也很少有这样的过冬的装备 一般的泰国人呢 在出外的时候 最多是穿一件套头的这样的卫衣 作为取暖的衣服 像睡觉的被子呢 也只是飞机上的那种免费的那种薄毯子 你们来看一下 就这种 是不是很薄的这种薄毯子 来过冬 所以在泰国普通的老百姓家里面 冬季一倍的战略储备几乎是零 在10月底 10月初的时候 各大百货公司最畅销的衣服 就是羽绒服 当时呢我逛商店的时候 还不明白 为什么泰国人都在买羽绒服 都在买大衣呢 我们还穿着短袖呢 对于有钱人的家里都会买这个衣服 一个他们是觉得冬季的衣服是一种时尚 是一种fashion 很好看 从来没有穿过 一年可能只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而且是在晚上 或者只有你去旅游的时候 才有机会穿 买羽绒服就跟咱们中国人 过年的时候买新大衣一样的感觉 我之前在Texco 就是在清卖最大的这个平民超市里面 我也见到泰国人在大排长龙 当我走过的时候 我觉得一阵的暖意啊 为什么在大空调的商场里面 还有那么暖暖的这个空气的流动呢 走进一桥 泰国人在买什么 你知道吗 猜一下 给你们三秒钟时间 一二三 他们在排队买取暖气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手上拿着一杯冰敏取暖气 有没有搞错 清卖有至于那么冷吗 在热带国家要销售一个取暖气 应该 我觉得挺困难的 但是 居然有市场 来说一下泰国人怕冷 你要说一下泰国人怕热 泰国人怕热 这种怕 其实来自于心理上的一种险气 而非生理上的脆弱 泰国人的身体记忆是非常陌生的 当一年365天属于热记的这里的人民 也习惯于如何战胜热 所以当寒流一来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 自然对于十几度以下的天气 他们的身体就很难适应 也不懂 需要用厚被子厚衣服来保护 取暖自己的身体 可见这样的知识 在泰国人民当中是比较缺乏的 就像沙漠里的海豹 雨林中的骆驼 北极圈里面的榴莲 如果门蓝间换了一个环境 自然就调整不过来了 不过差异便是稀缺 稀缺便是价值 越是碰不了什么 大家越是稀罕什么 泰国人怕冷 但是他们对冷也是无限的向往 每年的12月 就是大批的泰国人出游的一个最佳的季节 他们去旅游的地方就是那些冷的地方 土豪们早早的就买好羽龙服 去日本 去韩国 去俄罗斯 堆雪人 和一般的百姓们就驱车 选择太北 也就是清迈 清来北部的一些城市和地方 支起几个帐篷 淘两堆篝火 体验一把冷酷先进的冬季 你就都要泰国人民 到底爬不爬冷 请留言告诉我 下个视频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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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